为什么在复联室中无线宝石没有消失 反而被浩克用特殊的箱子收起来 而在复联山中灭霸使用无线手套过后 六颗宝石全都消失不见 原来在漫威宇宙 六颗无线宝石总共被使用了四次 复联室中浩克使用过一次 他顶着强大的能量灼烧 打下了恢复宇宙半数人口的箱子 看得出来宝石的威力很猛 浩克被烧掉一条手臂 纳米无线手套被烧得接近报废 但六颗无线宝石没有任何损坏 随后在终局之战中脱力抢过无线宝石 依据我是钢铁侠将灭霸大军送走 无线宝石的能量依然很猛 送走了灭霸 钢铁侠也因此付出了生命 但六颗无线宝石仍然没有任何问题 在终局之战结束后 物测者们没有摧毁宝石 而是决定将六颗无损的宝石 送回到他们本来的时间线上去 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美国队长 所以本质上来说 无线宝石的能量是无线的 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只要身体数字够强 用个十回八回都不是事 那么为什么灭霸 第二次使用无线手套时 就只剩下了手套 宝石却不见了 而这些消失的宝石 为什么会出现在时间管理局的抽屉里